疫情三级警戒 很多人宅在家和宠物来相处 养猫咪的四组可以整天宅在家 不过养狗的话呢 就必须找时间带狗狗出去溜一溜 受医院提醒 新冠肺炎疫情不会经由犬猫传播 选择可以到控况人少的地方 回到家保持自身清洁就可以了 不用向你的宠物喷洒消毒水 以免造成毛小孩中毒 新冠肺炎持续紧绷 对于家中有四养毛小孩的四组 也会担心是否有染疫的风险 甚至会担心出门 是否要帮毛小孩戴上口罩 高桥动物医院院长英宏援助表示 依照目前科学的研究结果 新冠肺炎是不会介入犬猫传播 家中有确诊者或被隔离者 维持基本防疫清洁措施即可 不需要向毛小孩盆撒消毒水 以免造成宠物中毒 在新冠肺炎期间 大家会在家里面使用一些消毒水 或者是酒精这类的药品 建议不要直接喷洒在动物身上 特别是动物跟人 有一个最大的不同 就是动物会去舔它的毛发 所以如果我们把消毒水 或者是酒精这类的刺激性的药品 喷在宠物身上的话 有可能因为他们舔食的过程 吃进去造成了一些中毒 或者是对身体的一些伤害 因为目前为止在国际上的研究报告 还是认为新冠肺炎病毒 对宠物的影响不是那么的大 所以如果家中有确诊者 或者是有隔离的这些家人 其实宠物的饲养 可以照正常的方式进行 不需要担心被传染 或者是藉由动物来传播病毒的问题 宠物身上也不需要特别帮他们戴口罩 或者是喷洒甚至喷洒消毒水这样子的动作 但是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去遛狗 那在遛狗当中过程当中 也提醒大家记得遛狗要细狗练 然后遛狗不流便 政府呼吁民众宅在家少出门 院长提醒四组 宠物若有需要饲料长期药品等 建议准备好充足的份量 有看病需求建议先电话预约再前往医院 老毛小孩在疫情期间能健康的成长 一起陪伴疗愈四组度过这段低潮 接着讲方言火联师报导